胡人冲突在发,他又冲上来了,双方都在平息,唯独他喷垃圾化,NBA常规赛在火热进行中,洛杉矶胡人队客场挑战开拓者,单看双方阵容,就可以明白接着是一场十分艰难的战斗,但是,依靠替补球员的神奇发挥,胡人队依微弱优势取胜,比分114比110,这场比赛的亮点在于英格拉姆, 虽然他作为首发,但是他的表现非常一般,8分680助攻3失误,3分球没有出手,石头3中,而最令球尼瞩目的是,在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,胡人队和开拓者队又一次引发冲突,英格拉姆的表现,对方中锋努尔基奇和哈特发生摩擦,原来是因为开拓者在篮下几次进攻都给崩盖,因此篮下十分混乱,冲突发生了, 但是在裁判的调节下,双方球员都分离开来,避免冲突升级,大家都知道,这只是一点小摩擦,双方都在克制,平息,可是旁边的英格拉姆忍不了,看到哈特被欺负,他立马冲上来,并怒止对手,还一直在分拉计划,我们都知道,英格拉姆被禁赛过,很大的原因是他的脾气问题, 而开拓者球员一看,硬查自来了,默默地退出,冲突没有进一步加剧。